为了确认前妻有没有超能力 男人再次拿起叉子 对准肩膀就插了下去 可万万没想到 叉子竟然弯了 男人屡次三番地试探 终于惹怒了女人 为了不让丈夫发现自己拥有超能力 女人单独来到强哥的住处 结果两人说了两句话 有三句都在吵架 强哥立马原地起飞 要将真相告诉女人丈夫 女人也只好追了上去 在追逐过程中 两人撞碎了一座山头 在惯性之下 他们向着城市中心落局 看到这么多人围观 女人连忙戴上墨镜 隐藏自己的身体 他想快点回家找账 可强哥一直在身后 就像五百只鸭子般呱呱不停 这彻底地惹怒了女人 只见他单手举起一辆大祸手 两个拥有超能力的人打坐一领 煞世间 天地色便乌云满天 一道巨大的龙卷从天彻底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人们吓得四散而逃 强哥和女人从地上打到天上 凡是锁精之地 都被余威震成废墟 真是非常精彩 炸裂的一部科幻大片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 建议去欣赏一下 看完保证让你大呼过一